今天给大家嫁接一个月季棒棒糖的视频 这个主感粗度的话有4公分多 有4公分多 很粗的一颗 我大致压是2.5的 看到没有 这两个多大致压粗 将近5公分粗了 这里差不多5公分 很粗的一颗 然后我上面是留了三个分岔 我们现在对它进行牙接 因为给大家说牙接视频已经说了很久了 但一直没给它拍 今天给大家底部牙接 上部直接 我们嫁给品种是超微 这个我们现在来削牙 进行牙接 我们在这里 开一刀 看 这个皮层比较厚啊 刚刚好离到皮 有大家要就是看一下那个皮层啊 形成层啊 这在哪里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 贡献太强了 从这里分段靠刀片这边是木筑部 靠刀片这边是那个皮层 然后的话就是这两个分界的地方 这个小黑点的这里 看到没有 这里的话就是形成层 我们试这个 再削一遍 要不然大家看不清楚 刚刚削的时候比较清楚一点 看到没有 这样看 有点发黑的这里 这里就形成层 这里是皮层 这是木筑部 我削一个牙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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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屁用 明白了 明白了 看这个牙 削的 一刀削下来 然后贴上去 肚子 我的火根 形成层对齐就可以了 还是用万能的保鲜膜 我们首先把这个牙点剪包起来 好,我们下接另外一个 这个细一点的就好嫁接一点 看着啊,一刀 注意不要削到手啊 看到没有,这个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看,这里是木字布 这个中间有点黑的这里,发黑的这里 不点,连拉远一点 好,就这样 看到没有,这里面木字布 中间发黑,褐色的这个就形成成 然后边上这个就是皮 然后这个就是表皮 这个发黑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形成成 这个很明显的一条 看到没有 很明显的一条 削芽 我们选削的差不多粗 枝条比较硬啊 现在还 现在枝条基本上都萌发了 这是我昨天去找的一个 哎呦 大家可以看呀 这样对进去 基本上差不多的大小就可以了 看,放在中间 因为我削的差不多大了 所以说放在中间就可以了 这个比较顺利 因为这枝条细一点 一公分左右的枝条 是最好搞牙截的 太粗了之后不方便 刚才那个有差不多 所以说1.78公分粗 那个牙截就不太方便 加接下一个 我这是朝三个方向 看到没有 一个,两个,三个 都是朝外倾斜一点 加接的 我现在加接这个 好,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这个也一样看得很清楚 看到没有 这个木质布 比这个 我们牙点 略细一点点 就是因为这还有一层 其实皮在这里 所以说要略细一点 看到没有 这个就可以直接对着中间 就形成成 木质布 直接对着中间 这个存活率 基本上 这个保证的话 要100% 只要不进到雨水 基本上存活率100%的 我很少用牙接 基本上都是选择了顶部支接的方式 因为顶部支接的方式 有一个好处就是 涨势快 牙接它发芽慢一点 我们现在再进行顶部 然后再架接 我们可以选择高一点 再继续在顶部进行支接 其实我现在没必要嫁接了 一个视频就给大家拍两个视频吧 拍两种加益方式吧 这个非常好泥皮 因为我装置重活一段时间的 看到没有 这个泥皮离得比较干净 非常的光滑 平整光滑 所以说就没必要再重新去刮形成成 看这个 我是到稍微侧面一点的地方 如果说都是内侧牙点 那个加接的话 会抵住的 削成一个平面 到时候这牙点插下去 插在这个地方 上面稍微留一点 留两三毫米 这个是所谓的留白 增进它玉核组织长起来了 其实都可以的 我们再进另外一个 还是同样的 最好是采取分段这样的 这个也比较好泥皮 因为这装置是 是重活一锅的一段时间的 牙点都长到两公分长了 看 直接插进去 留一点白就可以了 其实我这个支接是完全没必要的 因为我底下已经牙接了 多加接的牙点的话 成型的话 只不过说稍微 坏一丁点而已 同样的方式 这个也比较好泥皮 比较好泥皮的话 两刀就可以了 基本上 看泥皮 看泥皮还算是比较干净 然后里面有一丁点毛刺 就用这个 直直的把它刮一下 我们现在来找一下资料 最好是一刀削到底 不要分很多刀 一刀削到底它是个平面 本身它是个平面就可以了 好最后 我们的大剪的保鲜膜 这个保鲜膜都是 买回来做自己裁的 裁的这么大的 用锯子锯 刀是搞不动的 用锯子直接一锯 我这个保湿方式的话就直接这样 用保鲜膜带自粘性的 就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说怕风吹掉的话 底下可以扎一下绳子 如果说没什么风的话 基本上就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我架借了几百颗盆井 架借了几百颗月季盆井 全部都是这样的 好就这样就可以了 等十分钟里面就全是水雾 我这几百盆 我这几百盆月季盆井 全部是这样做出来的 这个 今天视频给大家分享到这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